二次大战期间 美军派出轰炸机 对高雄岡山一带投弹轰炸 实称岡山大空袭 70多年过去了 战争逐渐远去 该如何重新认识这场岡山大空袭 了解这块土地将被遗忘的历史 本周三晚间9点 越高雄节目将透过老兵口述 回顾这段历史 透过港都新闻尽头 带您先赌为快 我们国家对二战的记忆 完全是非常冷漠 甚至是不重视这段历史 台湾目前也没有任何 二战的国家级的管设 也没有任何纪念二战 或是任何一场经验 台湾空袭的中央的仪式 日本的教科主 韩国教科主 他们都会去塞到战争的记忆 其实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好像没有砌过车 砌到博士来的 我们都没有砌那 砌的东西跟我们都不相关 我们有砌历史地理 但是跟台湾都不相关 所以在我在砌车到 我一直都非常 对这个东西我都很要紧 我觉得人有个天性 就是对自己的土地有那种认同跟归属感的需求 可是可能在台湾我们的教育 给予我们的这个部分是比较贫乏的 所以透过我们去了解 我们自己故乡的各种历史事件 其实就会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认同感 然后也对土地产生了归属感 然后也对土地产生了归属感 所以就会来 让我帮助我们自己的好地感情回去 我们做人情感谢 粉丁克亚生的归属 B-249轰炸机 因为它是一个庞大的轰炸机 它可以携带很多的炸弹 它总共在台湾炸下1290公吨的炸弹 其中有650公吨就是丢在我们这里 所以也造成当时钢山接到的 很大的一个损坏跟伤亡 我们叫战争与和平 基本上就是希望说大家去思考这件事 什么是战争 那什么是和平 和平是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吗